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我说做功课呢? 首先我想听众打电话来 尤其是女听众也可以,男听众也可以 打电话来说,你可以有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说 就是你觉得哪些东西对你来说是本能来的 但是你遇过人是真的没有 而因为这样,你会觉得这个人是欠缺了一些东西 甚至好像刚才所说 有些东西对你来说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 你选择男朋友的时候,你都经意会看这些东西 如果刚才那两个条件 你会因为那个人不懂游泳而不选择他 我估计这个是偏激的 但是会不会有这些呢? 扣分也可能 或者你是经历过这些 最初你不觉得 原来去到某些时候,发现男朋友不懂那样东西 你不期间会扣,好像Nicole说的 有些东西,其实男对女也会 对的 很少拍拖之前问好很多东西 但原来走到某些东西 有些东西你发现他不懂 而原来你是先天性地觉得 应该生出来就懂得 女人有什么先天性男人觉得应该要懂? 以前大家都会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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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大家都会觉得是煮饭 即是烹饪 第二就是 吹奏 对,他那些,越管營乐 我觉得他应该懂 但原来 有些人真的不懂 那其实是他的性经验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教授 我也是 我也是 你指挥家 我教授了如何去品 Anyway 例如说就是 烫衣 这些基本的洗衣服 缝衫都不敢说 但刚才我说的 现在很不公道地 女生会 男生说 哇,他会做东西 哇,他会烫衣服 哇,他会缝衫 他会缝衫 现在是缝衫 对吧 这叫做自理能力 以前是很普通的自理能力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优点 我不管 大家尽量都打电话来可以聊聊 1872,966和1977 经常都可以谈谈 看你们有谈谈哪些 今天就是说这些 刚才说的几个角度 都可以打来说 又或者 如果有什么技能 你觉得有的话 你会特别选选 也可以说 家禽五多分 是的 即是说 他会吹奏 因为他会吹奏 所以我一定要选他 是的 都可以 即是吹到八级 即是演奏级 演奏级 我一定要选他 因为他真的令我 很安然 很听 好 那为什么我做功课呢 我就在想 其实有什么 有机会 在女性眼中 这个我单方面 在男性的角度 用了刚才 十分八分钟的时间 就降低了一些 有机会 原来在女性眼中 如果从男人来计 尤其是认识男朋友方面 是属于本能的呢 我就在想 最最最最轻奇 宵夜吃 懂得透露 嗯 起火 是 是的 都是的 即是透露 是的 我前排 即是开始火 是的 我也觉得是的 等一下 这个你觉得算不算是 应该也是 是的 我敢告诉你 很多人不懂 是的 很难的吗 很多人不懂 不是很难 但有很多男生都不太懂 很多男生都不懂 但至少我人生都透过不少路 我透露 透露 透露 即是你把炭 譬如什么形状 什么尺寸 如何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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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炭精围 把炭精围 引火的东西 放在正中间 和旁边的 你预备好的位置 然后再把炭 搭上去 然后点燥 然后慢慢用风力去撥 引氧气 这个叫做透露 烧夜吃 但是很多人不懂 我发现 尤其是有些男人 不懂透露 那些男人会如何 就是在你透露 透露 他走过来说 等我帮你撥 是的 明明火已经起来了 很漂亮 不用撥了 是的 有些人不挑鬼命 撥几撥 再撥几撥 换手 第三次换手 那时已经 有电话响了 撥自己 很热 之而此旅的 找其他人来 但是你觉得 要不要緊 烧夜吃 透露 这个算不算本能 我觉得少少 因为我都想 原来 我懂 所以我会觉得 那些人应该要吃 OK 禮言呢 如果我觉得 去烧夜吃 有个人不懂透露 或者整班人不懂透露 真的不得了 围着不懂透露 那件事 不是 我觉得最糟糕 不是这样 我觉得最糟糕 是 我当四男四女 去烧夜吃 四条子不懂透露 那女儿出来透露 而透露 那就是最糟糕 很噁心 真的很噁心 不是 那才真真正的 哇 都哭了 再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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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问一下 她作为一个女孩 我也想问她 一个男人 烧夜吃 懂透露 是不是本能 阿Rae 我会猜她懂 但如果她是那种 很避不肯做任何帮手 那些会更糟糕 她可以不太懂 也可以 但她好像当不用自己做 起碼一变就很噁心 即是她要扮 拿一下炭 对 或者拿U出马上看 即是她有办法 那就OK 即是她有解决那件事情 即是阿Ban口中的 拿着那块板 拨两拨 不可以说走 即是她要拨 是真的保持着拨 不可以拨两下 走了那些 即是人家会欣勤一些 拿好那些炉 是否要什么 即是不拨 一拨一定要拨起 人家就这样听这两句 不知道他们在说 即是透露 Anyway 好了 得到阿Rae的意见 稍后我们再问下一个 再找她出来 好了 本来我写了开车 很快就 但我觉得 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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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家庭维修 换灯膽 换灯膽 没错 换灯膽是最主要的 有没有那些 有没有那些 是不懂换灯膽 有 绝对有 即是拿不到 换灯膽 不懂 我觉得有的 怎会没有的 确实有 换灯膽 我见过一条 我见过那条 磨碌 其实我心里也少他废拉 很久以前 又是不知道 我记得了 我记得一个故事 就是我和我当时的女朋友 很多年前 就上去一个女性朋友家 他们两个就一起同居 在单位 话说他们旧的堂楼 很多时候厨房是用光管的 他女朋友 就买了一组光管 放在旁边 他不想换灯膽 他说 你问我会否换灯膽 我会换 但是光管我不懂 他说他转不到那条东西 那边有两个 那边有两个卡位 有两个卡位 零石凸了两个脚 那你就要转 那两个脚去那两个粒 就是在交托那两个粒 你就可以純粹拿下来 是的 这样 他不懂 他说我试过 我试过 推他出来 推不了 他怎么推不了 他就是这样说 你明白吗 然后他说 我打算大力推 我怕他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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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基本 Rae刚刚传给我 有听众留言 有提议 这个其实我写了 听众留言提议 我真的有做功课 今天我有写到我的功课 一会儿会提到 好了 这个算不算 基本维修 换灯膽 包括 不是 维修 换灯膽 换光管 还有可能 水游算不算 就是扭开 简单 但是水游有点难 我知道 换花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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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那些雷水器 对 雷水器 或者换花灯头 那些猴都要懂 因为它有胶质 对 换花灯头 和基本维修 泵厕所 有些人不要 厕所 对 泵厕所 你说它们好像智障 不是 有些人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我不是说笑 大家老实 我们找听众 肯打上来 不肯听 跟我们说声 我如果不是自己住 可能这些东西 我也未必懂 我因为自己住 没有依靠 你不懂 你也学到认识 或者问朋友 但是有些真的 坐在家 妈照顾 姐姐又煮饭 不过水也不懂 真的可能有 我也 我也觉得是 这些算是基本 刚才说的 不能再基本 是不是 已经不是说 有些电器 烧烤了 你换过另一条 下去 那些 不能去到这么严重 不是有些人真的不懂 那 OK了 我们又来投票 不知在哪个分钟 跳不下来 我们又来投票 算不算基本 本能 算不算本能 算 也应该算 立言觉得算 算 好了 妮可觉得算 基本家庭维修 算不算是本能 算的 如果不懂 会不会扣分 绝对会扣分 你会觉得这个人 很不可靠 这些都照顾不到自己 好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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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一个 我说个例子给你们看 我突然想起 有一条 有条 又是那些 女朋友的 朋友的那些 好惨 他不会开摘桌 蛤 不是 我这个比刚才前面那些 那些坏的 你放了桌子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 是啊 他不会开摘桌 开来开来开不到 好了 近年有没有开摘桌的习惯 或者经验 有啊 小时候开过 其实 有个最简单的位置 有条 有条 好像手榴弹 那样 你抬它一抬 那张摺桌 就会顺势 你自己再看一看 打开 那个人 七百多个角度都试过 打开不到 把桌子反转 把女的脚 尝试去抬开去监狱 都说不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全部人在看了很久 我又觉得 哇 你当是看电影 你 正啊 我只欠炮谷和花生 鸡腿那些 哈哈哈哈 真的有 真的有这些 你看阿慧马上说 连摘桌也不会开 比刚才说的 那些更严重 那就不得了 好了 下一个 接电脑 Wi-Fi 这些算不算 唉 算不算 哈哈哈哈 因为呢 我刚才想这些 是因为 我觉得呢 我避免自己不公道 是 想到也是我认识 而那些人未必认识的 那我想样我未必认识的 哈哈哈哈 接电脑 设置Wi-Fi 我举手 我想我七成八成都不会认识的了 接电脑设置Wi-Fi 又是有什么难度 又是 不就是 就看你认识不认识 你认识不认识 你认识不认识 对 没错 真的 真的 我也是因为自己住才认识的 是的 但我也是认识了很久 真的要学 真的要学 要摸索的 是的 即是你现在说 有个人说 接电脑不到Wi-Fi 我都不敢很大声 说我上去 我现在帮你搞 我搞得好 我都不敢这么说 哈哈 但我自己的家里 是我自己的 好的 那你觉得是否本能 不是 不是 因为我觉得也很难 要学 要摸索 OK 你不是因为是我 所以你遭我 不是 我不会遭你 那倒是 你真的不会遭我 阿Wi-Fi 可以拼电脑 拼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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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人买来是 手机 那便不用拼拼了 一开便是 但以前 或者现在你买 桌上的电脑 要做一个按钮 那些 有主机 有屏幕 有屏幕 有喇叭 那些我都勉强拼的 那些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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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对的 对的 是的 是Wi-Fi 我真的不太懂 阿Wi-Fi 我想问你 拼电脑 设置Wi-Fi 算不算是本能 也不算的 但现代来说 好像这些更重要 经常接触过 刚才那些坏东西 是的 因为没有Wi-Fi 是比没有氧气 是的 没错 你竟然不帮他 做到Wi-Fi 那你就真的很废 是的 OK 不是 Wi-Fi蛋我即使用 什么 蛋要拼电 不用拼电 不用拼电 按键 谢谢你 OK 好 那算不算是本能 阿Wi 你觉得 不算 不算 就算不算是本能 我觉得如果你不懂 是有点扣分 认真 有人在Telegram 是常识 是的 算不算是常识 因为我觉得常识 这件事很奢侈 common sense 这件事已经很奢侈 但是Wi-Fi 不是common sense 真的 这个好像灰色 这个灰色 这个灰色 可以大家来研究一下 可以大部分研究 可以大部分研究 可以研究一下 可以打来说 可以打来说 我试过有个儿子 在我家播Wi-Fi 三天都播不到 我飞了他 又或者有个儿子 因为会播Wi-Fi 我那晚跟他上床 是的 也可以 也加了管弦 不奇怪 你想想 比如有个女生说 那你和渠王有什么分别 渠王 渠王 刚才通渠说过 对 有差的 你知不知道 懂得这些技能的人 是通常有机会的 还有大大姐姐 无论通渠 起码有机会登堂入室 你学那些手艺在别人家里搞 真的 刚才Ben所提到的 全部都是女生 如果一有什么问题 你呼叫 而你帮到他 是加分 还有那半分钟 有着落 不收钱 大家有着落 不收钱 大家都不收钱 但是坦白说 刚才说Wi-Fi 我真的不一样 我也觉得自己是差 但你要我学吗 我是见到头赤的 坦白说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有缺点 也接纳一下我 对 我真的不是完美 我是近乎完美 差一点点 就是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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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烟灯是这样的 好了 有人在Telegram说的 我也是有记录的 让我继续说 下一个就是有听众提供过 而我刚才也想过 看地图 尤其是去旅行的时候 看地图 或者是 我不知道 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 居然也要看地图 没办法 看地图是否本能 是 我觉得 我觉得找地方 不要说看地图 就是看地图 我觉得找一个地方 是一个本能 因为找地方 是不单看地图的 你可以问人 可以有不同的 就是我最害怕的人 就是又不懂看地图 又不问人 但又不敢问那些 那些我就觉得 真的搞不定了 还要是不问人 你负责看地图 看完之后 还大大声都臭了 那些 那些 旁边的女人说 不是啊 我记得不是这样走 你还串她 甚至乎哭她 你懂什么 然后统一大圈 死不认巢 明明错路 死不认巢 那些真的不行 然后通常女人 这些 就是心在那里 音哨 但她嘴子 就想着 我再给她面子 那些男人 要不然我 就兜口兜面 踢爆她 明明走错路 假扮事情 你知道男人很多这些 尤其是大男人很多这些 对啊 我都很害怕 这些兜口兜面 又说你错 转着面 原来自己弄了 然后女人又不踢爆她 很多这些东西 这些有没有女人 女人经常不踢爆自己的儿子 那些 这个真的行 因为我个人都觉得 看地图 也算是本能 是的 但问一下 因为 现在看地图很简单 现在实在不能再简单 因为你有了手机用的 Google Map 还有地图 原来我发现很多 除了苹果的 不太靠得住之外 其他有几个 Google Map 有个大陆的 有两个大陆的 大陆叫做 高德 高德 高德其实 真的挺准准的 你如果不计计它是哪里的东西 和说什么语言 大家不要想 其实它真的挺准的 那地图本身就是要 地图本身就是要 地图功能 它真的挺准的 认真 其实高德是挺准的 某程度上 它教得挺好 如果你说在 因为香港我没有用 在澳门我未认识 澳门比香港还小 但我开始未认识的时候 我试过比较高德和Google 在澳门地区 高德比Google更好 香港也是 所以就是了 现在就这么方便 以前我们真的去旅行 是摊一张地图出来 看自己在哪里 看目的地 然后尽量 有些人就会认识路线 我就习惯了寄方向 寄主要街道名 甚至乎寄Landmark 然后用那些东西去分辨自己的方向 对还是错 去到要进小路 才再摊回地图 去确认自己对 我就是这样的 所以 我觉得这样的看地图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技能 我想问阿Rae 阿Rae你有没有试过去旅行看地图 有 你觉得这个 是否应该是男人的职责 那也不一定 是 看哪个人提议的地方 最好找路 又不是说 绝对是男人的安排 OK 那你觉得看地图 在男朋友或老公的层面 是否一个本能 需要有的 因为要有 那是形象上的问题 你会觉得 这个人突然知道去哪里 很清楚的时候 他会吸引很多 这个人没有方向感 那不行 对 很怪 方向感算不算是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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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感跟地图是一样 我觉得 不知如何方向感 好像JJ一样 生出来男人有女人没有 我不是 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sorry 你当我有性格 我突然有性别歧视 我发觉 10个男人有9个方向感 10个女人有9个没有 你不觉得 我又不觉得那么严重 可能我身边多女生都有方向感 嗯 懂得找你的方向 懂得找你的方向 没错 黎炎的方向在哪里 懂得避免我的方向 阿Ray 你有没有方向感 你觉得自己 少少 不是很强 可能我的电话要扭多扭 但都会找到自己 要向哪里走 是的 OK 蘇小姐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方向感 我是很有方向感 很有 很有 可以的 所以我又不 我是可以看一张自己的地图 OK 因为我自己 我自觉 我经常觉得自己的肚子里面 我指南针 我没有 我是不能 我不能当失 OK 李妍你 你有没有方向感 我算是可以 我算是可以 有些虚 请问你 人生迷路的情况出现得多吗 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我不懂的话 我一定会看 就算觉得有点不明白 我会问 所以对我来说是可以的 好了 下一个 这个也是有听众在Telegram提出过的 拼架司 哪些拼架司 我想我说得大家很清楚 尤其是现在很流行 现在很流行 在IKEA买 现在很流行 那些 为了省一百多十 便自己拼 是的 有些我觉得应该自己拼 那些很基本的 你们有没有去现在 或者实位 或者那些 买那些 一块 四条铁柱 一块一块铁板 加内那四条铁柱 那些我都不懂 你以为有没有买一路不懂 应该有 我估计 不是吧 应该真的有 我们是不能再简单一点的 因为 就是找四个扣扣着那四条柱 然后放一块 然后找四个扣扣着 扣上一点 放第二块 这样分几层块的 这些对我来说是组织 如果你说要什么 鋸木 可能要量度位 如何中间转个洞 我真的不行 但是如果以这些组织 织木形式的那些 我全部可以 OK 那好了 不要说去到组织严重的 因为譬如你去 你不要以为简单 譬如IKEA 你买一张床架 然后 如果你买那时候 那个人问你 要不要帮你安装 安装费 多少钱 不知道15%是多少 好像15% 其实不只是现在 我当是现在 然后 然后 居然有人说 那床架是3000元 15% 是否405% 那不好了 我自己砌 应该也不太难 然后还问个人 你们有说明书 有的 那可以了 这里很容易 我回家搞定 然后回到去 又搞不定 又搞不定 很噁心 很噁心 什么很噁心 如果搞不定 很多都搞不定 我自问 如果是砌一张 IKEA的床 因为我前段 买了一张床架 在这里 我看到它都摊出来 我都在看 我想一个人有些问题 我想如果要砌 都应该很有经验 如果不是的话 我没有什么信心 真的 我自己觉得 一张床架 我真的觉得 就未必一定 因为它有很多 小小小小的部分 你不要以为床架 床头板 床尾板 两边 然后就上死 那些博士 它中间有很多 小版 是的 很多这些东西 好了 不要说这么夸张 说一般 其实 如果以IKEA 实际为例 对 砌椅 砌木柜 砌鞋 砌鞋 砌鞋容易 OK 算不算是本能 算 我觉得还是算 我觉得算 好了 要问IKEA IKEA 如果买一些家具 一些简单些的 自己要懂得砌 算不算是本能 这个砌的意思是 它不看说明书都砌到 还是看了算 不是看 看不看没什么所谓 我觉得 如果它可以在看的情况下 砌到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 如果砌都砌不到呢 砌都砌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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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没有试过 我给你一个最常见的 scenario 看着砌 砌到差不多 死亡 它一定是给我少一点东西 少一点螺丝 不是 它一定是给我少一点东西 是不是说错了 十个 十个六个都说过这句话 不可能 一定砌到 它一定是给我少一点东西 否则我没理由砌不到 哈哈